希望大家都可以給我多點鼓勵 其實這次有人跟我說 其實有些訪問也會問過 李潔為什麼你會來找歌華 去參與兩位前輩的演唱會呢? 其實我覺得這次不問你做演唱會 其實是一個遊學團來的 為什麼呢? 其實在兩位前輩身上 也都學到很多東西 也都在中常這個大樂隊裡面 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那接下來就送給大家一首很激烈的歌 就是道理沙小姐的嘉義 謝謝 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很喜歡這個版本 謝謝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點 假如真的要算分手 請求把我愉快 見到誰去 再留念我 一生也在默默痛苦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 請求不要讓我知道 假如按照兩時中的傷害 可否不再盛下我不顧 我會只求再個沉默被陣在心底 留下的愛 留下的愛 跟下情深的維護 請求我再期望有一天在將來 更加你會明白我 仍在痛苦了 假如不再不停 不許我再跟你想 如果不再留下 7分不必存在有半 假如 天而空我只想得不到你 日本不需要忽略 天然 思求 想到沉默的神在心頭 極小的愛 但情深你為我 情容 我最期望有一天再生涯 能讓你會明白我現在痛苦 夏天 等我再跟你生活 世上不必存在有我 思考 天意讓我刺身得不到你 不必需要有天意 天意 謝謝 謝謝 非常好 我覺得 來到溫哥華 我感覺到一份溫暖 就是一份人情味 我覺得你們給我一份溫暖和開心